大家好我是大补帖小编 那最近台版有这个所谓的世界工程站的模拟站 那它可以收集1000个这个印记 然后来兑换魔法娃娃卡 而且是保底的兰娃 如果说你有兑换到的话 当然就恭喜你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如果你还没有兑换到的话呢 虽然说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下一个活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那小编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接下来台版可能会出 但是不知道什么会出 反正总而言之 它是保底给你一个蓝变的一个活动 那现在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朵小太阳 没有错 如果是以韩版的活动设计来说的话 这个小太阳它每天可以买一次 就是每天的这个五点 五点之前你可以买一次 那五点之后呢就是算另外一天嘛 这可以再买一次 那你只要买满20个就可以去制作成蓝变 那我们来用给大家看 首先因为我现在没有收集满 所以我直接按这个 然后来看一下材料制作里面 它就是有这个可以拿到蓝变这个箱子 那点进去看只要20个也就是说你只要20天在活动期间 它是一个月设计是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的活动期间里面 你只要收集到20个这个小太阳 你就可以去兑换这一只这个保底的蓝娃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错过这个活动 到时候台版出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而且它这个活动方式非常简单 你就只要每天去打完成它的这个活动任务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很像这个太阳的这个东西 这个小太阳这个东西 好然后你就可以去找这个NPC 好来这边我们再来看 好它就可以去购买 那这边的话它可以买一些箱子 或者是买一些这个消耗品 好时间补充宝石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一定要买 那我今天就把它买光了 这个的话一定要买 这个小太阳一定要买 然后一天买一个 买完之后20天 你就可以去兑换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记得 就是来兑换这个蓝娃 蓝变 所以到时候台版推出的时候 请不要再错过了 因为再错过下次 你可能就是要等这个 迁到 迁到如果有更新里面 像韩版有一次 直接是送的应该就这一次 他直接送 一只蓝变 一只蓝娃 最后在第345天这边的时候 送一只蓝变 一只蓝娃 但是台版不知道何时才会跟进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下次活动推出的时候 情况不要错过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小编按下订阅跟追踪 然后 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这个 影片上架通知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